恐怕只有自己开动 说明希望今天叫胡佳珍 台北才能报道 晚餐时间收到食物呢 青菜萝卜贝有所爱 在台湾哪一家是最佳的港式饮茶呢 透过十位秘密客 还有五十五万名网友的票选之后呢 结果出炉 是这家以功夫茶桌边服务的餐厅胜出 而颈椎再后的是台湾的本土茶楼 一十三圈的好选三圈 这一代表的是欢迎各位今天的丽丽 出品服务功夫茶泡茶动作比餐点还吸睛 这间餐厅因为多了潮州功夫茶表演 视觉效果加分 在十位秘密客及五十万名网友 票选全台最佳港式饮仓 勇夺第一名 分数略胜名厨阿基师的餐厅 八开饼皮流出浓浓咸蛋黄和奶油 虽然名列第二 但阿基师的港点口味精致也让评审称赞 笑语的口感然后非常的滑润顺口 而且是我们师傅的手工饼皮 鲜酒菜果是另一家餐厅的招牌菜 这道传统潮州点心 掳获不少滔客的味 还有用越南米线做成的金网牛柳卷 在这回票选当中也获得高人气 像我们很多点心的内线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个别去吃 个别去制作 然后都是选择选择我们最好的用料 然后重新用食物这边重新来调配 跳选入榜的港式餐厅 除了传统港点美味PK 主编服务和口味精致也成了胜出的最大原因 中间新闻吴嘉文双月敏台北采访报道 在台湾港式餐厅竞争激烈 每年要抢十亿元的商机